今天关于美国之音的这个拉黑事件调查有进展 一个是有一个英文的报道出来了 叫BBG Watch 这个英文报道呢 比较深入 基本上把这个齿盆子扣到了 这个女台长和这个BBG的这个领导 一个男领导头上 因为这个男领导今天在一个大学的做演讲 被这个记者给抓住了 第一次问了一些问题 回答的水平是很低的 现在是这个英文的报道 对龚小夏啊 东方啊 他们中文部是很好的 很好的 但是也有一篇中文报道出来 这个中文的调查报道是欧洲的一个女人叫莫莉写的 我现在转发了一些 现在看来在这个群里已经转不进来了 现在新转的这几张照片是从美国之音的官方网站上 他的新闻稿发行 找出来 你能看到吧 这实际上是一 女人在运转美国之音啊 在实际运作当中 台长是一个女人啊 Amanda 副台长呢 两个副台长 两个副台长都是女人 一个是赵克璐 就是赵克璐中间这个女人 另外一个新任命的副台长 呃 这个叫三弟啊 这个三弟啊 他们这些女人加上张经 加上龚小夏 他们是直接决策者和执行者 就是那个把那个三小时直播 改成一小时直播 两小时录播 他们是决策者和执行者啊 真正的焦点在这几个人身上 就是照片是三个女人 加上龚小夏 加上张经 他们是执行者 决策者啊 向郭文贵隐瞒了这个改变啊 中间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么回事 扛不住中共的压力 这个文件制作出来 刚刚发了不到十万份 也就是几万份吧 就被封杀了 现在看来这个 其实我对莫莉女士的这个报道呢 有很多意见 呃 所以只好照他的原样发了 加了两段我的点评 呃 我在正在准备 搜集大量的其他证据 来补充这个话题 做一个专题讲座 啊 前年后后啊 这个关于美国之音 拉黑郭文贵事件 要做一个最全面 最深入 最尖锐的 讲座 莫莉的结论倒是不错的 就是美国之音的管理层有问题 啊 管理层有问题 美国之音面临着要重大调整 啊 实际上就是应该把领导人全换了吗 啊 我也同意这个观察 当然 他可能把很多火集中在龚小夏身上 他跟龚小夏这个顶上了 因为龚小夏呢 是在台里呢 一直用这个核青联 那么莫莉更 一开始是跟核青联 顶上了 那么举报核青联 当然龚小夏会庇护核青联了 所以是这个女人有的时候 她她的这个思维方式跟我们不一样啊 不过美国之音现在整个这个领导层全是女人 啊 这个让我大吃一惊啊 我原来没注意到 我今天搜了一下 一看他这个台长 两个副台长 然后中文部的这个主管 这个都是女人啊 张经是唯一的一个男的 哎呦 关于对于这个龚小夏和东方在采访 郭文贵的过程中啊 这个所谓直播的一小时一开头 对于红色通缉令 所谓红色通缉令的这个 呃 实际上作为一个资深的新闻工作者是一种非常丢人的事 郭文贵的回答非常正确 而且非常准确 非常漂亮 非常专业啊 呃 其实关于红色通缉令这个事 呃 之前稍微做点功课 两个资深工作人员稍微做点功课 不至于这么丢人现眼 两个人呢 心里有点膨胀啊 不知道自己都是爷爷辈了 都是老太太老头子了啊 这个镜头占这么多时间啊 对于观众的嗯 这个视觉是一种柔力啊 尤其是对照郭文贵的帅小 东方和龚小夏这两个人出镜的时候啊 他们实际上知道 呃 上层对他们的跟他们之间的这个约定 就是说直播时间只有一小时 剩下两个小时先录下来再说 呃 编辑了之后再说 这个约定和他们的这个广告不一样 而节目当中的广告也是说直播三小时 他们知道 但是他没有告诉郭文贵 呃 这个对于郭文贵来讲是一个呃 啊道德上是亏欠的啊 到起码是违背职业道德 这是用欺骗的手法 欺骗郭文贵 就是想蒙混过关 先让稀里糊涂的让郭文贵配合 播了一小时之后 稀里糊涂再录两个小时 编辑了之后 争得共产党那边的呃反应了之后 再往外拨 这是郭文贵绝对不能接受的 郭文贵一旦 你想郭文贵江湖经验多么的丰富啊 他在中国大陆每天跟流氓无赖 跟共产党的职业特务啊 最阴险毒辣的特务警察打交道 这些坑门拐骗的事他哪不知道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老郭非常警觉 反侦察能力也是一流的 所以当郭小夏想自然过渡到 一个小时之后想自然过渡到 天路再播的时候 啊这个老郭立即察觉啊 立即断然拒绝把桌子给掀了啊 这一下啊出乎了 郭小夏和东方甚至啊 美国之音这个整个运作团队的 这个评估 没想到老郭这么厉害啊 这么决绝对于自己的这个约定 对于广告的这个坚持 啊如此的固执 所以才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如果换一个人 老郭 未必能做得这么绝 如果换一个人啊 没有老郭这样的坚持 没有老郭这样的超人的眼光啊 和洞察力 很可能就被郭小夏他们给欺骗了啊 答应把直播三小时实际上播出去 一个多小时之后 慢慢的就没播出去 不播出去他不告诉你 然后你也落下来了 那等于这些录像带在他们的手里 美国之音高层的包括领导人坚持的就说这些东西太敏感 那我们要给共产党官方一个时间让他们回应 那么根据郭文贵所报的料 后两个小时要结合共产党的这个反应来再编辑了之后再播出去 这个当然严重违背郭文贵的初衷 所以郭文贵识破了这个骗局啊 就就造成了这么一个局面啊 这个事呢 观众啊 那是百分之百的同情和谴责美国之音啊 丢人丢大的 这次实施美国之音这个非常恶劣啊 观众看到的是八十分钟的直播 那么有人问这多出来的二十分钟是怎么播出来的 是谁坚持的结果啊 这个过去明镜邮报不是披露过吗 说是是保生和和这个李肃啊 他们两个坚持着播下来的 其实整个团队保生啊 李肃龚小夏东方啊 都知道应该只播一个小时 但是呢 都多多少少有点侥幸心理 希望能多播 因为看了一个小时之后 越看越好看 尤其是越来越刺激 他们就想播下去 但是这个张经啊 是负责向这个 他们的两个副台长直接负责的 那么张经就逼着龚小夏说 你赶快停吧 咱不是约好了吗 只播一个小时 你你现在已经播了八十分钟了 必须得停下来了 是这么个过程 我上面贴了一个照片啊 是正好一年以前 他们新聘的一个副台长 也是个女人 叫三比 从这个姓儿来看 好像是日本人 嫁了个日本人 或者她自己是日本人 所以说那个照片当中是女台长 是一个女的啊 这Amanda 然后呢 右边是这个赵克户啊 这是个台湾女的啊 她是副台长啊 那么左边呢 就是这个三弟啊 新庆的这个三弟也是副台长 这个英文里面 一个是associate 一个是deputy 咱们中文都翻成副 副手啊 就是向台长做具体分工的一个负责的一个副手啊 是这么个情况 那么在他们之下呢 就是张晶啊 唯一的男士 看护他们中间做决策和做执行的 啊 所以真正到了关键时候呢 张晶就是负责跟龚小夏他们协调 这个张晶先生啊 他可能这一次得背黑锅了 因为一开始一结束的当天没几个小时 郭文贵就发了个视频 明确的说啊 受到了中国外交部的干干预啊 这个这里边的特务啊 再起作用 让这个节目不能直播了 这个指控非常直接 在当时的条件下 听众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导致各种阴谋论都出来了啊 张晶呢 他很低调 他从来不再推上什么发言 呃 共亚夏倒是不停的通过明镜州啊 和平那边啊网外发消息 那么所以给大家造成一个错觉 好像张晶就是特务啊 当然了因为功效下在镜头里边嘛 那个表现如此之差 群众也觉得他是特务 呃 其实这两个人是不是特务 现在根本就没有证据 我这个差不多这个事刚发生没多久啊 我对这个事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我认为啊 在严格证据的情况下 在今天没有麦卡锡的这种啊 阶级动作为刚啊 这根弦要是不绷紧的话呢 是抓不到客户的啊 这个事最后的会找几个替罪羊啊 内部啊 承认内部沟通上有问题啊 做个检讨啊 应该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特务是抓不着的啊 但是要处分几个人啊 你从今天他对李肃的这个态度 把李肃用两个警察把他架出去 扔到大楼外 这个这种粗暴的对待来 李肃不是决策层的啊 李肃只是一个里面的一个资深编辑 当然估计是不参加决策的 他只是执行 可能执行的过程中有抗拒行为 领导非常愤怒 领导要拿他出气 这个决策的过程啊 以我现在了解到的成 这个这个资讯啊 也基本上能看得出来 共产党的这个影响力 它是非常微妙的啊 就像毒气一般 共产党的这个红色大外宣也好啊 共产党的这个 大道的作风也好啊 能够把这个 美国之音的这个中低层的工作人员啊 中低层的这个决策者 能够在心理上征服他们 吹垮他们 让他们执行共产党的意志 让他们充分体谅共产党的意志 让他们把共产党的意志 柔和在自己的专业工作当中啊 放弃美国的专业标准 该把共产党的顾虑 共产党的不高兴啊 柔和在自己的专业工作当中啊 呃 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表现在美国之音的决策层 和平时报道当中 甚至雇人啊 聘嘉宾 各个方面都表现 这种无所不在的 共产党啊 是一个 呃 是一个我们美国之音工作人员 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啊 不能让他太不高兴啊 这个东西啊 要是从这开始举例子 咱可以讲几个小时 例子太多了啊 呃 我这就略过了 我大概讲一下 这个美国之音 这个决策的过程 是什么情况下决定 从三个小时的直播 改为一小时直播 两个小时录播 那么这个过程的参与人 这个决策人啊 当时总部里面有这个三底啊 和这个赵 赵克路 呃 应该还有张经啊 应该还有张经 台长虽然说在非洲旅行 但是台长是知情的啊 决策过程台长应该是有参与的 另外 龚小夏也是通过电话啊 有参与决策 龚小夏当时已经去了纽约了 时间上给大家叙述一下啊 啊 他这个四月十九号直播 那么实际上直播的现场是在 郭文贵 郭文贵 纽约曼哈顿 五大道 中央公园那个东南角上的那个大楼里边 在他那个家里边 呃 这个从华盛顿总部 那么过去五六个人的话 这个资深记者团队啊 制作团队 所以应该是提前两天就过去了 去了纽约 他们安顿下来 把设备弄好 他们跟呃 老郭做了充分的沟通工作 这个也是必须的 应该的 呃 但是就是在这期间 风云突变 北京外交部知道了啊 这个事情啊 那么就是当然了 美国之音自己也做了广告 美啊 这个中国外交部确实约谈了 美国之音驻北京的那个记者站 站长 实际上就一个人 光杆司令一个 共产党不让美国之音派很多记者 呃 那么中国外交部约谈北 北京的这个美国之音记者站 这个老兄 呃 约谈的据我了解下来 啊 这个和啊 明镜披露出来的不一样啊 这个我了解下来 呃 中国外交部跟这个美国之音驻北京站的这个记者呢 说的话比较比较明确 就是我们不高兴啊 我们呃 这个不公平 对我们中国政府 你们这么不能不能停下来 那么美国之音这个这个记者站 当然就汇报给总部了 发了个电子邮件 所以总部这边的这个台长 包括副台长 然后张经公告一下 他们他们是执行的 他们是在那个电子邮件 他们知道这个情况 那么台长呢 啊 一开始是做了明确的表态 我们不尿他的 哈哈 我们美国之音是他妈的 怎么能听你中国外交部的呢 坚持 这个是坚持了 啊 坚持要搞 啊 这是中国外交部跟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的 第一轮会 这个接触 呃 后来发现不行了 啊 制止不住啊 那么上面可能 我的 第二天又来了 又跟他们谈 这次变得特略变成什么呢 呃 变成这个 柔和态度啊 开始给这个 呃 就讲都是好听的 哎 说好说好商量 啊 因为美国之音20年以来要求在中国再派一个记者站 要求在上海设一个记者站 中国政府一直是不批 啊 注意啊 这个两国互相派记 派记者 咱们的中共的这些媒体 新华社 央视 人民日报 中国青年报都有 很多都有啊 啊 这个是WTO的规定里面 那美国之音在上海再设一个记者站 也就是一个人嘛 中共就横横提起横横提 20年没批准 那么中共这个第二天啊 第二天第二次跟这个美国之音啊 驻北京的记者站联系的时候呢 就改头策略啊 就是给你这个胡萝卜了 这会儿啊 不就不不给大棒啊 给胡萝卜 否则你们上海记者 让我们可以我们可以谈啊 我可以谈啊 我可以就是可以考虑让你开啊 另外说你能不能啊 能不能这个啊 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那个 呃 请请啊 不要播这个节目 后来你最起码让我们 呃 给我们时间 让我们让我们应对一下 呃 提出这么一样 这很柔和啊 另外这个 哦 还有一个 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站 说如果停下来的话 你们是不是叫做我的签证啊 我不是我到中国来 这个你不给我签证 我不来不了了吗 外交部发言人 那个人啊 你懂得没有表态 实际上 实际上是 呃 就是说中国外交部啊 接触美国之音在北京的这个 啊 记者站 让他们给总部递话 希望取消郭文贵的这个直播 啊 这个 程序上是对的啊 程序上也没有 中国做的并不错 啊 他可以这么做 啊 我们会强调程序 啊 为什么强调程序 因为下面我还要抵较 啊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给美国之音直接接触的这个程序 程序上是有严重失误的 美国之音应对 实测 这个确实有错误 呃 中国这边 中国外交部接触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这个记者站 没有程序上的问题 啊 美国外交部也不能够发言 也不值得去回应 啊 如果是中国外交部 呃 对虐待北京 美国之音的记者的话 呃 那会造成外交事件啊 嗯 这个没有造成外交事件 只是递了个话 很客气 呃 但是 显然 中国外交部的这个递过来的话 被美国之音的领导层 我说的是这个台长 副台长 以及管东亚这边 负责东亚这边的这个 具体呃 业务的哈 这个张经先生 呃 被他们听到了 他们认真的对待了 呃 他们就开会 我开会的过程中呢 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电话就追过来了 追到美国之音去 那美国之音的人接到电话之后呢 呃 就 向这个会议 他们正在这个决 做决策的时候 又做了话 那么那肯定是 中国大使馆啊 这个打电话的人呢 呃 是 传达的同样的意思 那可能就比较具体了 呃 至于说中国大使馆的 这个人是谁打的这个电话 你什么身份打的电话 什么职务 这个现在美国之音不说 呃 这个呃 美国之音接电话的这个人的名字 呃 我记得是 曾经有披露啊 和平的这个 明镜周刊啊 还什么明镜邮报啊 什么的 有篇文章 披露这个名字 呃 这个人我认识 我就不在这披露他的名字了 因为他就是一个 呃 他可能也不熟悉 这个这个程序 但是回头一看 这个程序应对不对 因为如果中国大使馆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想对美国之音啊 传达一个命令 传达一个信号 传达一个意见的话呢 他是不能够直接给美国之音打电话的 美国之音不应该接他这个电话 呃 就说正常的程序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呃 要找美国的这个国务院 啊 美国国务院里面有专门负责东亚事务的啊 啊 啊 就是一层层压了 找到BBG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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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国务院下面呢 管业务部门的负责广播的宣传的 有一个 有一个公司叫BBG 啊 这是一个官僚官僚机构啊 过去就中文翻成广播委员会 应该是叫Bord of Broadcasting Governors 啊 这个反正是呃 这个 这个就这么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 具体管管在业务上啊 政策上 管这个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什么 自由亚洲电台都都属于他们管 那么中国大使馆必须得通过这些 找了他们 然后他们再给美国珍惜 这个程序上是这样的 啊 搞外交的人非常必须得非常熟悉这个程序 否则的话你不能做外交工作啊 你就会造成外交纠纷 但是这一次确实是中国大使馆的一个匿名的人 啊 可能 可能就是个 也不知道是扫地的还是做饭的 打了电话 这个电话被美国之音的人接到了 啊 这个电话的内容马上就转达到这个美国之音的这个开这个工作会议上 工作会议的人当然就知道了这个电话的内容 啊 那个就是 所以这个应该是影响到了这个这个美国之音的决策 啊 事后判断 啊 应该就是在那次会议上 决定了啊 决定了 要把三个小时的直播啊 改成一小时直播啊 就是那么决定的 所以后来这个 这个这个呃 停播事件发生了之后当你一两天吧 呃 不是 这个 有人就是 透透料给和平和平的这个呃 报纸上啊 就网站上就说嘛 啊 他们就提到一封信 就是张军写给龚小夏的信 说你背叛了我们的承诺啊 咱们之间有共识有承诺 你现在胡来了啊 你这个是职业上太丢人了 这封信应该是好几个人看到啊 应该是真实存在的啊 他们现在嗯不愿意公布这封信啊 张军写这封信回头一看也是非常英明的 留下了证据啊 张军坚持的是那个 台长副台长 包括他还有龚小夏 一起做出来的一个决定啊 这是张军坚持的 这个从职业上来讲 他的这个职位这么做 你无可厚非啊 大概决定的事嘛 我就负责执行嘛 我监督他的执行 我都做他的执行 那么龚小夏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当然龚小夏啊 是知情这个是当然知情的这个决定 但是人不在华盛顿 他那个时候已经动身已经来到了纽约 在张罗准备这个跟老郭的这个采访和直播的这个这个工作啊 所以是这么过 所以张军啊 没办法见面 打电话没有留下证据啊 所以写了个电子邮件 这个电子邮件是真实存在的 应该是有的 从今天的处理结果看啊 今天是5月1号啊 有了大动作了啊 这个啊 大家也都看到报道了哈 呃 龚小夏呀 呃 东方啊 呃 然后甚至 宝生呢 甚至李肃啊 呃 都被解除职务了 呃 这个李肃还 呃 被赶出了这个美国之音的大楼 被两个警察给架出来 这个是非常粗暴野蛮的 作为一个在那工作20多年的老员工 资深编辑 呃 这个是非常不礼貌 非常不得体的 呃 有可能有擦伤 呃 呃 如果是 如果是有得力的律师的话 呃 是可以呃 控告美国之音的啊 这个这个 有有法律规定 美国之音这样的机构不能够这样对待自己的员工 就算你真的开除他也不能这么做啊 应该文明的做啊 我们向李肃啊 我们向李肃表示慰问啊 李肃做的节目啊 揭秘中国的那些历史呃 议题啊 我觉得讲的挺好 讲的这个做的质量非常高 呃 希望李肃先生能够恢复自己的心情 加入到揭露真相的过程中啊 不要消沉啊 这 有的时候啊 美国之音现在的这个文化太 太不正常了 我私下了解了一下啊 大家都对工业下都是瞧不起的 我问了好几个朋友在美国之音工作的 没有一个说工业下好话的 都说这个人呢 哎呦 真是心地天高啊 实际上没水平 但是呢 迫于工业下呢 这个人很强势啊 公开还没有人敢批评他 因为国际下在在亚洲被开除的时候 有打官司的经历啊 这个所以大家都 那么呃 这个美国之音内部同仁当中 很多人对工业下是 是有是有 但是大家都怕他啊 工作上也怕得罪他啊 该该那个这个仗义直言就是 呃 都不说啊 就是他愿意怎么搞怎么搞 实际上最后造成这个结果 东方跟他两个人出境 瞅老太婆你又不好看 哎 你考你像人家帅 郭文贵那帅小伙 口才又好 侃侃而谈 穿的衣服又时尚 真是 无论是从气质谈吐文化修养 各方面啊 都远远超出 龚小夏和和这个美国之音 你真是给这个国家的媒体丢大人了 这不是丢一般的人 丢太丢人了 这个东西美国之音的同仁都知道 其实美国之音里面形象好 口才好 知识也好 都应对于得体的人多的是 但是他们这些是上不了劲了 啊 我我本身比较看好 就是像那个 时事大家谈那个 啊 交点对话 那个明星 啊 口才也好 形象也好 啊 经验也都很足 知识面也都够 那是综合考虑比古表下 高好几个说上去 我就纳闷 我说为什么这个宁心不上啊 宁心啊 因为宁心这个节目老是请这个谁嘛 程晓农嘛 那么程晓农的太太 何清莲啊 对郭文贵有看法啊 有看法 那么这个看法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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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传回来了 所以宁心是躲着走啊 宁心绝对不碰这个题目 所以这个事情啊 虽然郭文贵这个话题一直是热点 但是宁心是绝对不沾不沾这个话题 但宁心是非常 就是通过何清莲通过程晓农给他打了预防针了 这是聪明啊 会做人的啊 所以宁心 那么还有一个形象也好啊 这个郑玉文啊 那个是时日大家谈 那其实也挺好啊 这个你看这个事情 拉黑事件出来之后 郑玉文还穿黑衣服戴白花啊 表明一个态度 有个别网友还问我说这个是不是真的 这个意思啊 我专门去跑到美国之间问了这个事 是真的 他就是要表达这个意思 表达一种愤怒 表达一种抗议 对龚小夏他们这个做法整个拉黑事件啊 表达不屑 这是一种姿态 这当时对了六四的时候 呃 那个 那个不是女播音员叫什么来着 那个那个那个 杜献 杜献啊 据说是薛飞和杜献啊 也有人说那个那个男的不是薛飞 实际上是叫张鸿明啊 说张鸿明和杜献 这个有点搞不清了啊 但是薛飞和杜献确实被呃 离开了央视后来 张鸿明倒是一直作为一个优秀党员看部的形象 多的很多 这个郑宇文也没有啊 成为出境的记者去去这个采访这个郭文贵 后来我问这是为什么呢 我没有问到郑宇文 我到现在还没见着郑宇文 旁边的人说啊 有有同事说 说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宝身 宝身这个人啊 这个人经验 社会经验极其丰富 哎 宝身是一开始 对郭文贵这个这个事儿 小夏 很很很积极的张罗事儿 宝身是不热情的 宝身是也是躲着的 不碰这个东西啊 他觉得这个郭文贵这个人碰不得 这是个老油子 这个啊 这个这个 呃 搞不定 所以他不碰的 呃 所以这个郑宇文并保身是一个组的 所以也可能是这个 这是我的猜测了啊 我没有找郑宇文核实过 呃 所以郑宇文没上 没上没关系啊 你看人家BBC后来做的 实际上BBC3月27号做那个专访 BBC记者根本就不出境 呃 3月27号BBC采访郭文贵 呃 那个男记者 人家根本就一个镜头都没给他 镜头全部都是郭文贵 能郭文贵的形象多好啊 作为观众啊 就是能听到BBC记者的声音 偶尔能听到 因为他就是主导 大部分时间 大部分镜头给了郭文贵 这看着真是一种享受啊 呃 非常好 你 你这个美国之音啊 你东方也好 你龚小萨也好 都是爷爷级的 老爷爷老奶奶 你们自己的这个形象根本就不适合于出境 啊 这个知识之明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旁边那么多人制作人员就没有人敢说一个专业上最好的建议啊 建议他们把镜头可以让出来把镜头做给郭文贵嘛 你记者可以不出境吗 你干嘛要露这个脸啊 啊 你你你你要你要混个脸熟啊 丢人不丢人啊 你丢你自己的人还是小事 你丢美国之音的人 我不是说人啊 不管是男人女人到了爷爷级奶奶级的这个年纪就不 恰恰相反 你看一下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 到了关键辩论时期的时候啊 那个主持人的什么水平 你看他的年纪都是六七十岁的主持人 因为年轻的人hold不住这个场啊 必须的经验非常丰富啊 然后这个个人魅力非常高 而且是你忽悠不了他 他社会经验比你足啊 你再看看美国有一个著名的节目 江主席老讲这个华莱士 见多诗广 我在他面前谈笑风生 你看华莱士那个制作团队啊 美国那就是我我年轻的时候在美国看一个叫六十分钟的新闻啊 那是深度报道新电视新闻节目 你看看那些记者的水平 都是老人都是老爷 人家的风度 人家的知识面 人家的口才 你龚小夏 东方应该多想人家学学 互相派记者 咱们的中共的这些媒体 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 中国青年报都有 很多都有啊 这个是WTO的规定里面 那美国之音在上海再设一个记者站 也就是一个人嘛 中共就横横唧唧唧唧唧唧唧 二十年没批准 那么中共这个第二天啊 第二天第二次 跟这个美国之音啊 驻北京的记者站联系的时候呢 就改楼策略啊 就是给你这个胡萝卜了这会儿 不就不不给大棒啊 这胡萝卜 说你们上海记者站 我们可以我们可以谈啊 我可以谈啊 我可以就是可以考虑让你开啊 另外说你能不能啊 能不能这个啊 那个什么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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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停啊 不要播这个节目 或者你最起码让我们 给我们时间 让我们让我们应对一下 提出这么一样 这很柔和啊 另外这个 哦 你不给我签证我来不了了吗 外交部发言人那个人啊 你懂得没有表态 实际上 实际上是 啊 就是说中国外交部啊 接触美国之音在北京的这个啊 记者站 让他们给总部递话 希望取消郭文贵的这个直播 啊 这个程序上是对的啊 程序上也没有 中国做的并不错 啊 他可以这么做 啊 我们会强调程序 啊 为什么强调程序 因为下面我还要抵较 啊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给美国之音直接接触的这个程序 程序上是有严重失望的 美国之音应对实测 这个确实有错误 呃 中国这边 中国外交部接触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这个记者站 没有程序上的问题 啊 美国外交部也不能够发言 也不值得去回应 啊 如果是中国外交部 呃 对虐待北京 美国之音的记者的话 呃 那会造成外交事件啊 这个没有造成外交事件 只是递了个话 很客气 呃 但是 显然 中国外交部的这个递过来的话 被美国之音的领导层 我说的是这个台长 副台长 以及管东亚这边 负责东亚这边的这个具体 呃 业务的哈 这个张经先生 呃 被他们听到了 他们认真的对待了 呃 他们就开会 我开会的过程中呢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电话就追过来了 追到美国之音去 那美国之音的人接到电话之后呢 呃 就 向这个会议他们正在这个做决策的时候又做了话 那么那肯定是中国大使馆啊 这个打电话的人呢 呃 是传达的同样的意思 那可能就比较具体了 呃 至于说中国大使馆的这个人是谁打的这个电话 你什么身份打的电话 什么职务 这个现在美国之音不说 呃 这个呃 美国之音接电话的这个人的名字 呃 我记得是 曾经有披露啊 和平的这个明镜周刊啊 还什么明镜邮报啊 什么的 有篇文章 披露这个名字 呃 这个人我认识 我就不在这披露他的名字了 因为他就是一个呃 他可能也不熟悉 呃 这个这个程序 但是回头一看这个程序应对不对 因为如果中国大使馆啊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想对美国之音啊 传达一个命令 传达一个信号 传达一个意见的话呢 他是不能够直接给美国之音打电话的 美国之音不应该接他这个电话 呃 就说正常的程序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呃 要找美国的这个国务院啊 美国国务院里面有专门负责东亚事务的啊 啊 就是一层层压了 找到BBG 啊 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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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下面呢管业务部门的负责广播的宣传的有一个有一个公司叫BBG啊这是一个官僚官僚机构啊过去就中文翻成广播委员会 应该是叫Bord of uh Broadcasting Governors啊这个反正是呃这个这个就这么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具体管管在业务上啊政策上管这个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什么自由亚洲电台都是都属于他们管 那么中国大使馆必须得通过这些 找了他们 然后他们再给美国认识 这个程序上是这样的 搞外交的人非常必须得非常熟悉这个程序 否则的话你不能做外交工作 你就会造成外交纠纷 但是这一次确实是中国大使馆的一个匿名的人 可能可能就是个 也不知道是扫地的还是做饭的 打了电话 这个电话被美国之音的人接到了 这个电话的内容马上就转达到 这个美国之音的这个开这个工作会议上 工作会议的人当然就知道了这个电话的内容 那个就是所以这个应该是影响到了 这个美国之音的决策 事后判断应该就是在那次会议上 决定了 决定了要把三个小时的直播 改成一小时直播 就是那么决定的 所以后来这个这个呃 停播事件发生了之后当你一两天吧 呃不是这个 有人就是透透料给和平和平的这个呃 报纸上啊就网站上就说嘛 啊他们就提到一封信 就是张军写给龚小夏的信 说你背叛了我们的承诺啊 咱们之间有共识有承诺 你现在胡来了啊 你这个是职业上太丢人了 这封信应该是好几个人看到啊 应该是真实存在的啊 他们现在嗯不愿意公布这封信啊 呃张军写这封信回头一看也是非常英明的 留下了证据啊 张军坚持的是那个呃台长 副台长包括他还有公下 一起做出来的一个决定啊 这是张军坚持的 这个从职业上来讲 他的这个职位这么做 你无可厚非啊 大家决定的事嘛 我就负责执行嘛 我监督他的执行 我督促他的执行 那么公下下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当然公下下啊 啊是知情这个是当然是知情的这个决定 但是人不在华盛顿 他那个时候已经动身 已经来到了纽约 在张罗准备这个跟老郭的这个采访和直播的这个这个工作啊 所以是这么过 所以张军啊 没办法见面 打电话没有留下证据啊 所以写了个电子邮件 这个电子邮件是真实存在的 应该是有的 从今天的处理结果看啊 今天是五月一号 啊有了大动作了啊 这个呃 大家也都看到报道了哈 呃 龚小夏呀 呃 东方啊 呃 然后甚至宝生呢 甚至李肃啊 呃 都被解除职务了 呃 这个李肃还 呃 被赶出了这个美国之间的大楼 被两个警察给架出来 这个是非常粗暴野蛮的 对于一个在那工作二十多年的老员工 资深编辑 呃 这个是非常不礼貌 非常不得体的 呃 有可能有擦伤 呃 如果是 如果是有得力的律师的话 呃 应该文明的做 啊 我们向李肃 呃 我们向李肃表示慰问啊 李肃做的节目啊 揭秘中国的那些历史 呃 议题啊 我觉得 讲的挺好 讲的这个 做的质量非常高 呃 我是都认真看的 呃 希望李肃先生能够恢复自己的心情 加入到揭露真相的过程中 呃 这有的时候啊 美国真心的 他这个文化太太不正常了 我私下了解了一下啊 大家都对公众下都是瞧不起的 我问了好几个朋友在美国真心工作的 没有一个说公众下好话的都说这个人呢 哎呦 真是心地天高啊 实际上没水平 但是呢 迫于公众下呢 这个人很强势啊 公开还没有人敢批评他 因为国众下在罪亚洲被开除的时候 有打官司的经历啊 这个所以大家都 那么呃 这个美国事情内部同人当中很多人对公众下是 是有是有 但是大家都怕他啊 工作上也怕得罪他啊 呃 该为该那个这个仗义之言就是 呃 都不说啊 就是他愿意怎么搞怎么搞 实际上最后造成这个结果 东方跟他两个人出镜 头老太婆 你又不好看 哎 你考你像人家帅 郭文贵那帅小伙 口才又好 侃侃而谈 穿的衣服又时尚 真是 无论是从气质 谈吐文化修养 各方面啊 都远远超出 孔小夏和和这个美国之音 你真是给这个国家的媒体丢大人了 这不是丢一般的人 丢太丢人了 这个东西美国之音的同仁都知道 其实美国之音里面形象好 口才好 知识也好 都应应对于得体的人多的是 但是他们这些是上不了劲啊 啊 我我本身比较看好 就是像那个 时事大家谈那个 啊 焦点对话 那个宁心 啊 口才也好 形象也好 啊 经验也都很足 知识面也都够 那是综合考虑比古表下 高好几个说上去 我就纳闷 我说为什么这个宁心不上啊 宁心啊 因为宁心这个节目老是请这个谁吗 陈晓彤嘛 那么陈晓彤的太太何清莲啊 对郭文贵有看法啊 有看法 那么这种啊 阶级动作为纲啊 这根弦要是不绷紧的话呢 是抓不到客户的啊 这个事最后的会找几个替罪羊 啊 内部啊 承认内部沟通上有问题啊 做个检讨啊 应该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特务是抓不着的啊 但是要处分几个人啊 你从今天他对李肃的这个态度 把李肃用两个警察把他架出去 扔到大楼外 这个这种粗暴的对待来 李肃不是决策层的啊 李肃只是一个里面的一个资深编辑 当然估计是不参加决策的 他只是执行 可能执行的过程中有抗拒行为 领导非常愤怒 领导要拿他出气 这个决策的过程啊 以我现在了解到的成 这个这个资讯啊 啊 也基本上能看得出来 共产党的这个影响力 它是非常微妙的啊 就像毒气一般 共产党的这个红色大外宣也好啊 共产党的这个 呃 大道的作风也好啊 能够把这个呃 美国之音的这个中低层的工作人员啊 中低层的这个决策者 能够在心理上征服他们 催化他们啊 让他们执行共产党的意志 让他们充分体谅共产党的意志 呃 让他们把共产党的意志 柔和在自己的专业工作当中啊 放弃美国的专业标准 该把共产党的顾虑 共产党的不高兴啊 柔和在自己的专业工作当中啊 呃 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表现在美国之音的决策层和平时报道当中 甚至雇人啊 聘嘉宾各个方面都表现 这种无所不在的共产党啊 是一个呃 是一个我们美国之音工作人员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啊 不能让他太不高兴啊 这个东西啊 要是从这开始举例子 咱可以讲几个小时 例子太多了啊 呃 我这就略过了 我大概讲一下这个美国之音这个决策的过程 是什么情况下决定从三个小时的直播 改为一小时直播两个小时录播 那么这个过程的参与人 这个决策人啊 当时总部里面有这个三弟啊 和这个赵赵鹿啊 应该还有张晶啊 应该还有张晶 台长虽然说在非洲旅行 但是台长是执行的啊 决策过程台长应该是有参与的 另外龚小夏也是通过电话啊 有参与决策 龚小夏当时已经去了纽约了 时间上给大家叙述一下啊 啊 他这个4月19号直播 那么实际上直播的现场是在 郭文贵 郭文贵 纽约曼哈顿 五大道 中央公园那个东南角上的那个大楼里边 在他那个家里边 呃 这个从华盛顿总部 那么过去五六个人的话 这个资深记者团队啊制作团队 所以应该是提前两天就过去了 去了纽约 他们安顿下来 把设备弄好 他们跟呃老郭做了充分的沟通工作 这个也是必须的 应该的啊 但是就是在这期间 风云突变 北京外交部知道了啊 这个事情啊 那么就是当然了 美国之音自己也做了广告 美啊 这个中国外交部确实约谈了美国之音驻北京的那个记者站站长 实际上就一个人 光杆司令一个 共产党不让美国之音派很多记者 啊 那么中国外交部约谈北北京的这个美国之音记者站这个老兄 啊 约谈的据我了解下来啊 这个和啊 明镜披露出来的不一样啊 这个我了解下来 啊中国外交部跟这个美国之音驻北京站的这个记者呢 说的话比较比较明确 就是我们不高兴啊 我们啊 这个不公平对我们中国政府你们这么拨能不能停下来 那么美国之音这个这个记者站当然就汇报给总部了 发了个电子邮件 所以总部这边的这个台长 包括副台长 然后张经公告一下他们他们是执行的 他们是在那个电子邮件里 他们知道这个情况 那么台长呢啊一开始是做了明确的表态 我们不尿他的 哈哈 我们美国之音是他妈的怎么能听你中国外交部的呢 坚持 这个是坚持了啊 坚持要搞 啊 这是中国外交部跟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的第一轮会这个接触 呃 后来发现不行啊 呃 制止不住啊 那么上面可能 第二天又来了 又跟他们谈 这次变得特略变成什么呢 呃 变成这个柔和态度啊 开始给这个呃 就讲都是好听的 哎 是好说好商量 呃 因为美国之音20年以来要求在中国再派一个记者站 要求在上海设一个记者站 中国政府一直是不批 啊 注意哈 这个两国今天关于美国之音的这个拉黑事件调查有有进展啊 一个是有一个英文的报道出来了叫BBG watch啊 这个英文报道呢 比较比较这个深入 基本上把这个死盆子扣到了呃 这个女台长和这个BBG的这个领导啊 一个男领导啊 头上因为呃这个男领导今天在一个大学的做演讲被这个记者给抓住了第一次问了一些问题回答的水平是很低的啊 啊 他的新闻稿发现的发现找出来 你能看到吧 这实际上是一 女人在运转美国之音啊 在实际运作当中 台长是一个女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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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台长的两个副台长 两个副台长都是女人 一个是赵克璐啊 就是赵克璐中间这个女人 另外一个新任命的副台长啊 呃这个叫三弟啊 这个三弟啊 啊 他们这些女人加上张经加上龚小夏 他们是直接决策者和执行者 就是那个把那个三小时直播改成一小时直播两小时录播 他们是决策者和执行者啊 真正的焦点在这几个人身上 就是照片中之三个女人加上龚小夏加上张经 他们是执行者 决策者啊 向郭文贵隐瞒了这个改变啊 中间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么回事 扛不住中共的压力 这个文件制作出来 刚刚发了不到十万份 也就是几万份吧 就被封杀了 现在看来这个 其实我对茉莉女士的这个报道呢 有很多意见 呃 没办法沟通 啊 所以只好照他的原样发了 加了两段我的点评 呃 我在正在准备搜集大量的其他证据来补充这个话题 做一个专题讲座 啊 前年后后啊 这个关于美国之音拉黑郭文贵事件 要做一个最全面最深入最尖锐的 讲座 茉莉的结论倒是不错的 就是美国之音的管理层有问题 啊 管理层有问题 美国之音面临着要重大调整啊 实际上就是应该把领导人全换了嘛 啊 我也同意这个观察 当然 他可能把很多火集中在龚小夏身上 他跟龚小夏这个顶上了 因为龚小夏呢 是在台里呢 一直用这个核青联 那么茉莉更一开始是跟核青联 顶上了 那么举报核青联 当然龚小夏会庇护核青联了 所以是这个女人有的时候 她她的这个思维方式跟我们不一样啊 不过美国之音现在整个这个领导层全是女人 啊 这个让我大吃一惊啊 我原来没注意到 我今天搜一下 一看他这个台长 两个副台长 然后中文部的这个这个主管 这个都是女人啊 张经是唯一的一个男的 哎呦 关于对于这个龚小夏和东方在采访 郭文贵的过程中啊 这个所谓直播的一小时一开头 对于红色通缉令 所谓红色通缉令的这个 呃 实际上作为一个资深的新闻工作者 是一种非常丢人的事 郭文贵的回答非常正确 而且非常准确 非常漂亮 非常专业啊 呃 其实关于红色通缉令这个事 呃 之前稍微做点功课 两个资深工作人员稍微做点功课 不至于这么丢人现眼 两个人呢 心里有点膨胀啊 不知道自己都是爷爷辈了 都是老太太老头子了啊 这个镜头占这么多时间啊 对于观众的嗯 这个视觉是一种柔力啊 尤其是对照郭文贵的帅小 东方和龚小夏这两个人出镜的时候啊 他们实际上知道啊 上层对他们的跟他们之间的这个约定 就是说直播时间只有一小时 剩下两个小时先录下来 再说啊 编辑了之后再说 这个约定和他们的这个广告不一样 而节目当中的广告也是说直播三小时 他们知道 但是他没有告诉郭文贵啊 这个对于郭文贵来讲是一个呃道德上是亏欠的啊 到起码是违背职业道德 这是用欺骗的手法 欺骗郭文贵 就是想蒙混过关 先让稀里糊涂的让郭文贵配合 播了一小时之后 稀里糊涂再录两个小时 编辑了之后 征得共产党那边的呃反应了之后再往外播 这是郭文贵绝对不能接受的 郭文贵一旦 你想郭文贵江湖经验多么的丰富啊 他在中国大陆每天跟流氓无赖 跟共产党的职业特务啊 最阴险毒辣的特务警察打交道 这些坑闷拐骗的事他哪不知道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老郭非常警觉 反侦察能力也是一流的 所以当郭小夏想自然过渡到一个小时之后 想自然过渡到天路再播的时候 啊这个老郭立即察觉啊 立即断然拒绝把桌子给掀了啊 这一下啊出乎了 郭小夏和东方甚至啊 啊美国之音这个整个运作团队的这个评估 没想到老郭这么厉害啊 这么决绝对于自己的这个约定 那对于广告的这个坚持啊 如此的固执 所以才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如果换一个人 老郭 未必能做的这么绝 如果换一个人啊 没有老郭这样的坚持 没有老郭这样的超人的眼光啊 和洞察力 很可能就被郭小夏他们给欺骗了啊 答应把直播三小时 实际上播出去一个多小时之后 慢慢的就没播出去 不播出去他不告诉你 然后你也录下来了 啊等于这些录像带在他们的手里 美国之音高层的包括领导人坚持的 就说这些东西太敏感 啊我们要给共产党官方一个时间 让他们回应 那么根据郭文贵所报的料 后两个小时要结合共产党的这个反应 来再编辑了之后再播出去 这个当然严重违背郭文贵的初衷 所以郭文贵识破了这个骗局啊 就就造成了这么一个局面啊 这个事呢 观众啊 那是百分之百的同情和谴责美国之音啊 丢人丢大的这次是美国之音 这个非常恶劣 啊观众看到的是八十分钟的直播 那么有人问这多出来的二十分钟是怎么播出来的 是谁坚持的结果 呃这个过去明镜邮博不是披露过吗 说是是保生和和这个李肃啊 他们两个坚持着 呃播下来的 其实整个团队 保生啊李肃 龚小夏 东方啊都知道应该只播一个小时 但是呢 呃都多多少少有点啊 侥幸心理 希望能多播 因为看了一个小时之后 越看越好看 尤其是越来越刺激 呃他们就想播下去 但是 这个张经啊 是负责向这个 呃他们的两个副台长直接负责的 那么张经就逼着龚小夏说 你赶快停吧 咱不是约好了吗 只播一个小时 你你现在已经播了八十分钟了 必须得停下来了 是这么个过程 我上面贴了一个照片啊 是正好一年以前 他们新聘的一个副台长 也是个女人 叫三比 呃 从这个姓来看呢 好像是日本人 嫁了个日本人 或者他自己就是日本人 所以说 那个照片当中是女台长 是一个女的 呃 这Amanda 然后呢 呃 右边是这个 赵克路 啊 这是个台湾女的 啊 她是副台长 啊 那么左边呢 就是这个三弟啊 新 亲的这个三弟 也是副台长 这个英文里面 一个是associate 一个是deputy 咱们中文都翻成副 副手啊 就是向台长做具体分工的 一个负责的一个副手 啊 是这么个情况 那么在他们之下呢 就是张经啊 唯一的男士 哈 看护他们中间 做决策和做执行的 啊 所以真正到了关键时候呢 张经就是负责 跟工小夏他们协调 这个张经先生啊 呃 他可能这一次得背黑锅了 因为一开始 一结束的当天 没几个小时 郭文贵就发了个视频 明确的说啊 受到了中国外交部的干 干预啊 这个 这里边的特务 呃 在起作用 让这个节目不能直播了 这个指控非常直接 在当时这个条件下 听众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导致各种阴谋论 都出来了 啊 张经呢 他很低调 他从来不再推上什么发言 呃 供小夏倒是不停着通过明镜州 呃 和平那边啊 网外发消息 那么 所以给大家造成一个错觉 好像张经就是特务 啊 当然了 因为供小夏在镜头里边嘛 那个表现如此之差 群众也觉得他是特务 呃 其实这两个人是不是特务 现在根本就没有证据 我 这个 差不多 这个事刚发生没多久 啊 我对这个事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我认为 啊 在严格证据的情况下 在今天没有 麦卡锡的 全部是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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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